因为在本科的时候就跟他说等他毕业就要娶他 我们最开始认识是在2016年 他刚上大一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2017年在一起了 到现在已经在一起有六年多了 为此求婚准备了无数的小伙伴 然后玫瑰花 还有手捧花 还有头戴的这个婚纱 还有小礼花 礼炮那种 现场是让附近的同学和朋友 让他们每人手持一朵玫瑰 然后轮流去送给他 总共是52朵 然后最后我拿着我的手捧花 然后去过去给他戴上他的头刷 然后跪下 拿着我的戒指向他求和 可能察觉到我儿童 因为我们也在一起很久了 然后双方父母也都见过很多次 然后求婚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 最后他答应了我 然后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 当时心里就是开心 就是我们在排队等过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男生过来 然后手里拿着很多玫瑰花 然后就发玫瑰花 一人发了一朵 然后就说一会儿 他的哥哥要求婚 在场的那些被分的花的人都非常的激动 然后就很反正现场是非常的感人 好多看到好多人都哭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